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從李萊希吃披薩事件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我們可以怎麼討論反年改抗爭吧! 軍公教人員的年金改革政策在7月1日正式上路了 全國公務人協會理事長李萊希也在昨天7月3日表示 軍公教人員將展開節衣縮食運動 因為當老年生活依賴費用越來越高 所得卻開始逐年下降 他們只能多準備春涼 否則明天就很有可能沒飯吃了 他說他們一家五口 整天就只吃饅頭、粽子與水餃 然後配上聖菜跟聖湯 此外還說到自己除了吃聖菜 還把前幾天買了沒吃完的披薩微波加熱後繼續吃 你看我有多深 他希望這個運動能讓整個國家跟社會 更清楚軍公教目前的處境 讓大家理解 他們被扣的錢不是一千、兩千 而是一萬、兩萬、三萬、四萬 但許多網友看到李萊希微波披薩之後 就開始熱烈的討論了 這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嗎? 正常人的生活也好意思說嘴 呃...吃得比我還好 撇開這個爭議 過去我們也可以看到反年金改革者的各種誇張情境 包含爆拉警察、占用兒童醫院 叫成功高中的同學去死等等 不過我們該要因此支持年金改革嗎? 有哪些討論方向呢? 以下就讓我們從年金改革的需求開始講起啦 現在年金改革爭議在於政府想要降低 軍公教人員退休金額度的這個改變 對說來說 主要的理由其實很直接就是錢不夠 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是由不同基金所支付的 依照這次改革前的額度計算 支付軍人退休金的基金會在2020年破產 此外 公務人員退休金是2031年 教師退休基金則是2030年 那你可能會想 欸!錢不夠不會增稅嗎? 然而,撫養比逐年上升讓增稅慢慢成為了一個艱苦的選項 人在江湖中總是有需要被照顧的時候 一般來說 我們會把14歲以下65歲以上的人視為依賴人口 那這兩種人的數目和15到64歲的人的數目的比率 就是所謂的幼年人口撫養比和高齡人口撫養比 隨著時代的進展 養小孩不會變得更困難 但醫療科技的進步增加了人類的平均壽命 再加上少子化 行政員估計到了2030年高齡人口撫養所帶來的負擔 會是2015年的兩倍 以剛剛的分析來看 年金改革的主要理由應該可以理解成 跟農民、工人比起來 特別優惠的軍公教退休金方案 在撫養比提升基金面臨破產的現在 被迫把資源分出來 好讓整個社會可以持續的運轉下去 不過,社會需要錢就可以指定人把錢吐出來 或者決定不把答應的錢給別人嗎? 這就是那些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反對砍年金的人會提出的質疑 針對這個問題 2014年發布的大法官釋憲文釋字717號指出 當政府過去承諾會在將來給予優惠 但在將來到來之前決議調整優惠額度甚至取消 這不見得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整體而言 得要衡量這些變動造成的公益大小和必要性 以及信賴保護受損的程度 才能依照比例原則去判斷 信賴保護原則保護的是人民對於法律會穩定運行的期待 不讓那些守法的人反而因為守法而吃虧 然而,信賴保護並不是法律需要滿足的唯一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考慮比例原則 此外,包含軍工校在內的廣大民眾 似乎也可以主張說 政府應該要避免因為各種過於優惠的退休金制度 使得各種年金基金破產 因為當這些年金破產也是背棄了那些守法繳年金的人 對於法律穩定運行的期待 最後,根據大法官的說法 並不是只要更動年金規定就會破壞信賴保護 還得要看這些更動是否劇烈的 影響了那些期待法律穩定運行的人的生活 以此來看 政府目前退休金低於一定額度不堪的樓底板設計 以及不直接取消而是漸進減少退休金額度的做法 都是為了維持信賴保護而做的努力 錢不夠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去解決它 怎樣的年金改革既可以維持政府運作 又不至於對於軍公教人員過度於虧欠 不但需要討論 而且以上述信賴原則的例子來看 明確討論方向其實是存在的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 目前反對年金改革的運動 在台灣社會並不太受歡迎 而且它之所以不太受歡迎 跟信賴保護原則的討論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從各種反年改的行動 發言的新聞底下一片罵聲看得出來 這些對於反年改行動的反對 是否都竊題合理呢? 我們可以整理一下各種反反年改的動機 有人反反年改是因為他認為 軍公教人員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值得領那麼多錢 那這種積怨可能是出自於 對公務人員的效率低落保守死板的刻板印象 也可能出自於當兵的查警體驗 以及對於近年階級將領紛紛對中國表示善意 甚至出席中共重大活動的反感 那對於軍公教的反感是反反年改的好理由嗎? 這樣說好了你當然可以討厭軍公教 不過你討厭的那些軍公教足以代表所有的軍公教嗎? 或者說如果軍公教的表現不如人意 讓情況變好的方式是砍薪水 還是改變和他們工作品質有關的制度呢? 反反年改的另外一個動機 是認為反年改群眾很自私 當退休人員喊出了領三萬只能住茅房 甚至希望年金改革現役先行退役暫緩 從還在工作的軍公教人員砍起 確實顯示了他們似乎不是很在乎社會上其他人過得好不好 自私的人難以引發同情 這是常識 不過我們真的可以說自私的人比起無私的人 更不值得受到制度保護嗎? 並且不管年金制度怎麼改 我們真的有辦法區分這兩種人 然後給他們不同的待遇嗎? 反反年改的第三種動機 則是出現在反年改群眾 暴打警察和佔據兒童醫院的時候 或許是因為軍公教過去沒有倡議的需求 因此也缺乏倡議的嘗試 不知道各種行動各自會引發哪些群眾的反應 面對抗爭 我們確實很難避免倡議者的形象影響到自己的判斷 不過即使是這樣 我們應該也是分得出來一個人有多討厭 跟他支持的立場有多合理 不見得有太大的關聯 我們並不是要大家非得要支持或反對年金改革不可 不過考慮到年金改革 其實有很多有道理的方向可以討論 我們或許能夠注意到自己對於反年改群眾的看法 不見得代表自己對年金改革的看法 那麼,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或許更有機會 能夠一起完成一個有進展的討論囉! 最後,如果你也認為好好討論年改很重要 歡迎留下你的想法 或是在你認為幫得上忙的討論底下 分享這支影片讓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